这样的一个讲法 然后韩国瑜现在告诉你 我之前讲六个月我做不到 我一年半我做不到 那你现在再给我两年半 那接下来呢 你再给我四年吗 你知道那个韩国瑜口中 跟市府团队口中 那个十二不设的城局 他那时候高雄气爆 那个灾难很大 而且你往回去追 就是五对一时代 那个湘涵会封死了 那可是他迅速处理完了 他后来连任 他那一次的得票率是多少 你知道吗 68% 超越他过去历来的这个得票率 同样的 这个韩国瑜本来是一场马拉松 他可是因为去年跑去选总统 现在要面临罢免的危机 所以他把原先四年的施政 是一场马拉松的赛跑 他全部都变成百米速度 那这一切全部都被他自己搞乱了 他就一定要给你拼个输赢 不管是透过这个引带 或是透过他那个非常畸形的一种辩解 人家都是防止淹水 他所谓的灵灾害 一刚散散说灵灾害 也是大家共思是在于说 那倒要看看你啊 你什么神功附体啊 你可以做到灵灾害 结果现在是在比我退水的速度比较快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牛头不对马嘴了 那你怎么样去防堵淹水 这我想你搬这个李鸿源做你的招牌 李鸿源也不是跟你讲水退的比较快啊 而且食语量不一样啊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跟他就是永远都鸡同鸭讲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 譬如说邱进县议员 民进厂邱进县高雄市议员 他就讲就就跟你说 你说高雄市 所谓你要补的乡航破洞 你说有15000个 当初就跟你讲过有236处 那他现在也是用同样百米赛跑的速度 到达终点 我全部都补好了 对 哎呀我说你市府团队就算有牵手观音 你有100倍的人 你会一下子补掉15000个吗 就事实上就是236处嘛 对 你何必去先前去讲说有15000 你这样就跟你讲就是说 没有15000就236处 而且这是市政之日常 对 哪一个县市首长现在跟韩国瑜一样啊 跑这边跑这边然后拍一个 跑这边跑这边还要直播 然后跑这边跑这边 我一定怎样 哎呦 我哪一个县市首长 你不要讲直辖市 每个人这样子 像这在干什么啊 还告诉你我牺牲休假呢 我放心休假 然后你想想看 他现在就开始比较有些施政 他承认做不到 可是你现在比较一下 你也觉得很扯你知道吗 之前牛皮吹很大 后来就跟你讲一句话 真的做不到 但他觉得好像捡到宝了 就是难得哦 你还会说你做不到哦 没有说谁说底哦 我讲哪一个就是高雄 他说要不行一切代价 他每次都牛皮吹大之后就发毒 是我不行一切代价 我也要用迪士尼成为既这个 所谓日本这个香港上海 我要就变第四个 前前几天跟你讲啊 我收回 哎呦原来是怎样呢 空间不够大啦 再加上要移议人口啦 因为迪士尼你请进来以后 没有人进去了 你现在连夜市你都没有办法振兴 你还迪士尼勒 他不是说十年后他有本事 把高雄市提升为 五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那时候商人没几个 又给你公布 你看现在增压多少人 啊现在呢 就是说他每件事情都是这样 没有人逼他 可是前一阵子 我常常讲说 人家在防疫 他就跟你讲说 我盖台湾版的火神山 好加材没 没有去忙这个 他们说地找好了 钱也有准备好了 还好没去盖 我们现在只跳油球去 然后另外他又讲说 我要盖香港村啊 要把香港人移居过来 马来西亚移居过来 这种话你就听听就好了 就算香港人 你要召叛香港人 也不是你啊 你去过香港中年办 人家都怕都怕死啊 人家就是香港不能待 人家来你高雄市 接受你唐国瑜 这个跟香港没什么 大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意识形态的一个管理吗 你到底哪个是韩国瑜 所以我觉得 四十圣英雄变 四十圣英雄变 就我们也快变成神经病了 被这些东西搞到 真的已经是 好像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感觉 就很明显嘛 全台湾统计就是 这个淹水最多就是 你高雄嘛 对不对 你不要跟其他县市比啊 你就跟38个行政区 你37个都用淹水嘛 对不对 这四十圣英雄变 然后呢 你看到他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好我弄一个这个 就是高雄县 县府官邸 就是杨秋新已经 不做了很久了 高雄县长他是最末代 因为后来升格 县市合并了 对对 这是旧的官邸 现在就是成什么样 好你说那陈菊 任内也没有解决 陈菊任内招标 2016年最后一次 四次招标都流标 他们要租 因为是公有地嘛 就是说年租金 腰斩都没人要 你韩国瑜不是很神吗 你连天坑啊 什么那个 什么统统都治得了 你万灵丹啊 神功附体啊 这个你 你现在这个进度怎么样啦 这个 我说不好听 那像有点像鬼屋啦 对啊 那其实是可以活化的 就是说 又婷讲的就是说 市政很多元嘛 对 有很多嘛 对 你随便举 你每天都在那边天坑 每天都说你专制天坑的 好像水电工了 专制淹水的 结果你一个半大不小的雨 结果人家车轮卡在那个天坑里啊 嗯哼 就别臭大啦 好 这个就是 我就看就是说 搞政治 一回事 他很会搞政治 很会选举 嗯哼 这个乐浩齿 他现在还在选举 对 对不对 你应接不下 要是我高雄人 我觉得好悲哀哦 一场接一场 一场接一场 都还在搞选举 嗯哼 连反罢 诉求的就是单一的 要罢免他那些人嘛 啊你是搞那么大堆 你还花钱呢 对 对不对 如果按照影片里面讲的 千错万错都不是他的错 他很神啊 那就是水利局长的错吗 好那就两个 如果你那么神 你之前讲灵灾害 你现在讲说 根治 好像那个 对 水利局长说 根治 就以后不会再淹了 那你干嘛要 还要再一年半 你现在都弄得很好啦 水一来就 就你大雨治水啊 你都全部都 被那个下水道给吸走啦 那你给我干嘛 还要一年半 还要两年 你先前就灵灾害啦 你现在要根治 你还要一年两年 第二个 如果像影片中 都是水利局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 对不对 对 那你还忙什么 他需要你忙吗 对 你就推给中央 中央那个陈希麦下去 你们干嘛骂 水利局 那就推给水利局就好啦 都不是你 你忙什么 不用忙了嘛 对 你就看到这些人 像柯智恩 对不对 我真的是亏着 还想得出这种台词 什么原配还没被修掉 小三球迫不及待 要上位 我虽然满脑子也回忆起 非常多的前程往事 但我说你这个套在韩国瑜身上 哪壶不该提哪壶啊 对哪壶不该提哪壶啊 真是 对不对 才跟高雄市新婚的 你就跑去劈腿啦 真的 对不对 批个附加 还说背后被开枪的感觉很不好 高雄市民都被你开枪 哇才没几个月 出国啦 轮流出国啦 然后初选啦 他还请假啦 现在回来才四个月 从头又来过 亲鬼搁在那一年半还没下落 每天就跟你讲说包根治 水退得很快 就觉得很奇怪 孙大千也是很奇怪啊 孙大千说今天韩国瑜 明天柯文哲 对 我说这是什么啊 这在写什么你自己看得懂吗 对 至少比一点 所以有一些人也不喜欢柯文哲 但你把柯文哲拽过来就等于韩国瑜 他有那么衰哦 柯文哲早上 起床时间都不一样 起床七点多都拿着公司包 就出门搭公车去上班了 真的 人家在每天公园是自己批的 每天在那边弄 对不对 至少他公务这一块 是很勤奋的一个市长 那你在讲王潜秋 那也很奇怪啊 高雄人容易被煽动 所以你韩国瑜去做影片 哦 你在看把高雄看成什么 好容易散电 我煽动我 我弄个影片 你们全部拜倒在我的库管底下 所以全部倒一摊 这讲得太那个了嘛 然后如果高雄真的能被煽动 你们屡事不爽啊 2018年就是被你韩国瑜 满水跑马给煽动的啊 所以才致死恶果嘛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时候 我真的也看你 这个乱抓瞎啦 四个月要重启炉灶 然后做这个无敌铁金刚 做超人 这个任谁都做不到 然后最后去探究一下 我先卖个关子 李四川为什么迟至今日 户籍不迁到高雄 他户籍他也证实还在新北嘛 他为什么户籍还在新北 他为什么不愿意签 现在国民党可能要担心的 万一你被罢免耶 还后继无人耶 高雄就叫你 被你哦 搞到这个 水退很快